某人从小就爱吃屎 结果把自己吃成了纯阴之体 然后就被病交未婚妻一天99次 而今天就是我们成婚的日子 相信这次过后我的身体可就要崩溃了 原来在两分半前 我还是一个普通的996上班族 最近我正在看一部小说 但最近故事的发展似乎并不是很能让人满意 小说中的女主居然被反派绑杀害 男主冲冠一路为红颜 竟然选择和反派同归于尽 而那些追随她的后宫们因为悲伤选择毁灭世界 所以我是穿越城小说男主 不过好像和原主不太一样 怎么是志昆 不应该是美少女吧 但是这都无所谓 不影响我发挥 记得林烈曲奇应该还是在小说的初期 既然如此 不如就顺水推舟一本 随后莫药浪就色眯眯的扑了过去 月月 我们该洞房了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但是当掀起红盖头的那一刻 莫药浪震惊了 在新婚之夜却喊着其他女人的名字 是不是不太好 莫药浪遭累积 卧槽 这不是坑爹吗 我居然是那个天生纯阴之体 没有任何修为的废物莫药浪 纸灵本书最大的反派 利用莫药浪并在他死后造反 以强大的修为血洗了莫言 王朝成为了赤铜女帝 夫君 时间不早了 我们喝了这一杯就洞房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杯酒力可是有的催情药 今天我会被他挑断双腿腿筋 然后被威胁一天九十九次 沦为他的专属卢顶 最后被他吸干阴气而亡 可恶 我该怎么办 完了完了 浪儿终究逃不过成为卢顶的命运 明知道酒里有毒 可莫药浪还毅然决然的干了 并不是莫药浪傻 而是莫药浪化身为老六 使出了一招偷梁换住 看见莫药浪这么爽快 芷琳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 随后也把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好极了 等他要笑发作 欲望高涨之几点时就会来求我 到时我再和他约法三章 刚喝完芷琳就后悔了 脸上的红韵愈发明显 猝不及防之际 芷琳一头扎进浴池 想要用池水来让自己清醒 显而易见没啥效果 怎么还是这么难受 这要笑尽猛烈致辞 这是莫药浪一脸证人君子的模样 朝芷琳缓缓逼近 没想到那个不可一世的芷琳 居然也有这样的一面 不过现在正是一个好时机 我必须在现在拿捏他 娘子 既然我们都成婚了 我想有必要在现在约法三章吧 莫药浪还在安慰自己 他现在没有办法反抗 我说什么都会答应我 丝毫未察觉芷琳那诡异的微笑 果不其然 芷琳伸手一抓 将慌乱中的莫药浪按进了水里 莫药浪不敢置信 还有这种操作 新娘要谋杀新郎了 糟糕 我忘了她是反派大boss了 肯定不会暗场里出牌啊 这就是女人的感觉吗 没想到她的身体居然这么的柔软 看来我的第一次要交代在这里 也算没白来 坏了坏了 小林把浪儿给完坏了 竟被迫让浪儿成为了一个残疾人 大战过后 芷琳身上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莫药浪的阴气正在疯狂地冲进芷琳的身体 仿佛要填满芷琳的全身 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阴气 品尝过这般美妙后 世间万物都变得索然无味了 刚拉回半条命的莫药浪还在暗自庆幸 这娘们那方面也不行啊 但是这股蒸汽的坤系统居然冒出来 芷琳黑化值30% 好感值99% 和使用道具修为提高卡 任务等级2级 任务将芷琳好感提高至1 那岂不是还要来做一百次 殊不知这一切全被一个精神小伙收入眼中 看了一场现场直播 当天深夜就去通报皇后 你说六皇子竟然是纯阴之体 是 小的方才亲眼看到 六皇子在原房市散发出惊人的阴气 所以小的才敢冒死深夜硬床请公前来禀报 慕容明月称的下巴暗自思绪 想不到这废物竟然有着这么特殊的体质 现在想来倒是有些便宜了那只是一族吗 自从他母亲白费施宠后 他就再也没有竞争皇储的机会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最好的办法还是斩草出根 传本公旨意 明月起你把六皇子是纯阴之体的消息 传到朝中各处 小的屋命 四日清晨 莫药浪坐在床上感觉到一阵生无可恋 已经想到了后面半辈子的生活 莫药浪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身体 还好还好 并没有缺胳膊少腿 看来暂时是逃过一劫了 不过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尽快提升指令对我的好感度 年轻人八百年没尿过 如今却被一个女孩给吓尿了 总算是把小命给绑住了 但这好感度怎么升得那么慢 不过这几天算是把系统给摸清了 这系统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具 它不仅能对别人使用 还可以自己使用 只是有一些道具好像有所限制 目前还不能使用的样子 应该是我还没完成任务的缘故吧 这时指令叫了一声 夫君同时心里也在想 这个莫药浪 明明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任何修为 却让人有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来了来了 娘子 不愧是将来会成为反派的女人 这气场真他妈牛批 然而在经过两位熟悉的人身边 那个男的缓缓开口 这不是六弟吗 以大婚之日为兄妹来祝贺 真是抱歉 原来此人是莫言王朝二皇子莫玉 这略微带着调侃之意的语气 莫药浪怎会不知道 这年轻人心眼子坏得很 不过莫药浪还是笑了笑礼貌地回答 兄长事务繁重 小弟成婚之事本就不值一提 兄长不必放在心上 此时莫玉反手又对指令说道 这就是贤弟之期吧 早就听闻传言这指令人不仍鬼不鬼 真的给自己的便宜二哥捏了把冷汗 对反派哥说这种话 是嫌自己命太长了吗 无异于找死 天不遂人怨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 指令周深的杀气开始爆发 丑八怪 一台妈在老娘面前阴阴狂吹手 莫玉 看老娘不把你杀的你爹妈都不认识 某人当街骂女还是鬼 女孩气了 他却跪了 双腿直接离家出走 要回去找妈妈 莫药浪眼看情况不对 赶忙打起了圆场 一把抓住了莫玉的手 兄长莫生气 我们还有要事 就此跌过 莫玉望着咱俩离开的背影 不禁留下了一滴冷汗 心里感慨 这个老六 怎么感觉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难道那个传闻是真的 怎么样 刚刚被小爷我帅到了 让我来看看好感度长了多少 我看不知道 一看当场死机 但你 黑化值30% 好感度-95 我你嘛 这样都没有长好感度吗 难道一定要让小爷做那事 才能长好感度吗 还有这是我的错觉吗 怎么感觉最近大家看我的眼神 都怪怪的 一路无话 此时皇宫这边 正有一位很阴女子 站在慕容明月面前 原来她就是慕容静之女慕容画 皇后娘娘 这是我父亲特意叫我给您带的梦幻饮食 有助言美容的功效 快过来让本宫瞧瞧 我的宝贝画儿最近功力有没有长进 侄女听闻六皇子的事 特来询问 感恩皇后 六皇子确实如传闻所言 是纯阴之体吗 慕容明月只是微微一笑 你是这几天第五个来询问之人 六皇子确实是纯阴之体 得到了自己需要的答案 慕容画双眼当中闪烁出宝石一样的光芒 小女修为卡在融合镜 许久未能突破 若能有六皇子相助 想必会事半功倍 小女不想与其他姐姐们争宠 只求做得一片房妾是即可 听到慕容画的要求 慕容明月想了想 此女秉性单纯 将来说不定能成为我的一颗棋子 素闻慕容一族与那只是一族 本就有一些恩怨纠葛 倒不如借此机会让慕容画把墨药浪榨干 再趁机除掉纸铃 来个一剑双雕 我她娘可真是个天才啊 既然你对六皇子这么上心 本宫必然想办法撤恨你们的婚事 来人 传本宫旨意 赵芷琳来见 老布死要把反派 镇压在茅坑下两万年 恼羞成怒的反派女子 启动了黑化状态 一夜之间灭了明月老布死满门 当天下午两人就被叫到了皇宫内部 拜见老皇后 莫要浪案叹一声 该来的还是来了 原助理本来是老皇后 单独召见芷琳 找了个离谱到不能再离谱的借口 便让她卸去了正妻之位 不仅如此 这皇后还将芷琳狠狠羞辱了一番 因此这件事也成了王朝被覆灭的刀火索 但这一世不一样 我不仅没有变成一天要来九十九次的废人 甚至还一起来了皇宫 为了保住小命 老子一定要趁机提高反派好感度 忽然莫要浪发现自己前面那个女的不太对劲 她拉子都留了一裤裆 卧槽 怎么她看我的眼神仿佛要把我吃了一样 芷琳 到这宫中后身体可有什么不适 被问到的芷琳顿时猛逼得 有点像你表情包中的第五位 皇后此话合意 明月老不死只是扯出了个阴侧侧的笑容 这笑容有点耐人寻味 本宫听说 这鬼族一直喜欢待在阴暗之处 一下子来了我们这开场明亮的公寓 本宫怕你不习惯了 哦 差点忘了 嘿 你还不是纯正的鬼狐 只是个毛都没长全的杂种 他奶奶的 老娘不发威 你当我是王老三了 就算你是一代皇后 也给我跪下叫妈 莫要浪在旁边吃瓜 哦哦 有动静 黑化值从原来的30%上升到了33% 老不死嫌自己命太长 招惹上了本小说最牛叉的大反派 三毛钱特效一开 全王朝集体负命 看着黑化值不断的上升 莫要浪心中暗道不妙 赶忙向前劝假 皇后殿下 我家娘子现在好得很 不劳皇后费心 若是皇后只是想关心这些事 下次派人去问候一声电视 不必劳烦我家娘子再跑一趟 她竟然为我说话 只领此时的内心暖洋洋的 好感度也从原来的-95升到了-90 哦 虽说黑化值还是长了一些 不过提升了好感度 终于找到了除了那件事以外 可以提升好感度的办法 而且一下子还提升了五点 不过是个失宠妃子所生的皇子 也敢在我面前作威作福 明月老不死的面容逐渐阴沉 好了 本宫也不在这里跟你们绕圈子 本宫思来想去总觉得慕容化 更适合作为六皇子的王妃 所以这次请你们前来是想让你们合理 我计价于莫要浪 除非他主动休妻 否则我是不会同意合理的 同时在心理底上 若是他同意休妻 我会让他成为白骨依据 永世不得超生 拉尔只觉得心好累 哥们我真他妈谢谢你 住口 本宫的决定还由不得你来抗命 既是如此 六皇子那你便休妻吧 迎娶慕容化为王妃 白家会赏你无数奇珍一宝 这和之前说的不一样 我分明说了即使为妾室也心甘情愿的 皇后殿下 若是要这么处理 小女也觉得不妥 不如让小女和纸灵来一场宫廷的比试 都说皇室之七相来既要苗龙秀凤 能歌善舞又要踩高其轻 小女不踩 愿意刺绣 歌舞级修为和纸灵一较高下 若小女侥幸取胜 还望六皇子能成全小女 比试这也不是为一种名正言顺除掉她的办法 想必这野丫头定会在前两轮的比试中就被淘汰了 罢了 就依你们说的办法 但纸灵要是输了 就要让出王妃之位 这个妹子虽然长得还不错 但不能让她也成为我的娘子 现在一个纸灵就已经够呛了 再来一个恐怕我用不了多久就会被炸干了 幸好我现在有近乎无敌的系统在身 顾如邦 纸灵赢下比试即可 娘子接受她挑战便是 我自有办法助你取胜 这个莫妖浪 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男子明明平平无奇 却能让一个刚满十八岁的老布斯 两只眼睛闪下三只 今天是鸟不拉时的比试之日 按捺不住的纸灵终于开口 你究竟打着什么算盘 面对这句话 莫妖浪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 嘴皮子都笑容了 放心一切听我的安排 我自有办法帮助娘子取胜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老匹夫 这场比试的是两位的刺绣技巧 时间为两个时辰 题材不限 最后会由老生来定夺比试节目 开始吧 慕容话不莫及 上手就开胆 嘴上露出自信到极致的傻笑 相反指灵这边还一筹没着 不知道下一步该干啥 正在此时莫妖浪拿出了一张神秘谈片 名为地花之秀 指灵猛逼得有点像指灵 那你 这是什么玩意 好了 时辰已到 请两位乘上你们的作品 老匹夫先是看了慕容画的经典大作 不愧是慕容加千金 这幅出水 芙蓉真可谓是巧拓天宫 温然天成啊 随后就是六王妃的神奇之作 只是看了那么一眼 老匹夫的太和金四K纯金狗眼就受不了 两只眼睛直接闪下三只 眼珠子差点离家出走 六王妃秀的这是山水之徒 这是何等的壮丽 老生从未见过这等大气磅礴的作品 莫妖浪对自己竖起了一根大母歌 果然没有任何什么是金手指做不到的 这种装逼的感觉实在是太苦了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场 跳舞 伴随着一双细长的玉琢 踏出 指灵在舞台上翩翩起舞 对比指灵 慕容画就像在扭秧的 这场的胜负就交由在场的诸位决定 请将你们认为的胜者写在纸上 没想到接下来的这一幕 直接让莫妖浪喷出了二百金农夫山泉 女子在和情敌战斗之际 胸前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明月老不死暗自偷笑 这些评委都是我的人 指灵是无论如何都赢不忍的 好好好 一个老坑逼这么玩是吧 下一场看我不赢得你倾家荡产 娘子 你把这个带在身上 等会儿比试的时候会用得少 时间就跟放皮一样 屁股一撅第三场比试就开始了 两人纷纷踏上擂台 二话不说就拔剑相想 一剑火花带闪变 没想到这只王妃竟能抵挡住慕容小姐的攻击 即便她是融合进二层 这每层之间所得的可不止一加一等于三那么简单 那又如何 定是借着六皇子殿下得了什么秘宝 能暂时抵挡住慕容小姐攻击吧 融合进五层的实力岂是她能抵挡了 必定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此时比赛已经进行到了最关键的白日化阶段 好强的力量 不愧是融合进五层的强者 手都被阵麻了 可我不能就此认输 若是与莫妖浪合离 一切计划都将功亏于愧 就在这时 芷琳胸前闪烁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 周边的灵气正在疯狂朝我凝聚 我必须要取得这场鄙视的胜利 此时的芷琳早已昆化 慕容化也已经吓得连一个屁都放不出来 都到了这时候 还有不怕死地提着两米半大砍刀 一刀朝芷琳劈下 可昆化的芷琳只需轻轻一挥水 就秒杀了这位好人 送他去见了死了两年半的 老祖 莫妖浪按道不妙 以芷琳现在的修为 根本驾驭不了这上古法器 若是心智被完全吞噬 便会成为一具杀人机器 这坑B系统怎么给我一个这么危险的道具 真是麻烦 系统 这个修为卡能保持多久 看来我要使用那一招了 来了来了 属于莫老六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 因为芷琳好感增加 所以修为解锁到了心动五重天 但是只能维持十秒钟左右 目前检测出芷琳的灵力波动值 是在心动三重天左右 所以宿主可以放心碾压他 伴随着一声大喝 巴拉拉能量魔线变身 史上第一个十秒真男人诞生了 向前轻轻一挥手 本次事故完美解决 众人简直离了个大步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刚才肯定是我等看错 不是说纯阴之体不可以修炼的 众人把头缩进裤裆里也没想出的 所以然来 莫妖浪没在意这些流言蜚语 而是对明月老不死说的 今日是芷琳赢了比试 往后便不要再提起修妃之事了 即便他并非人组 我也不会因这些而并计他 那些知识更不会考虑 开玩笑 这芷琳好歹也是原书中的反派 要是我真那个气 到时他不得把我生吞活泼了 机遇在比赛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我醒来后什么都不记得 我最后的记忆就停留在这宝物库提顺 这宝物你是从何而来 你到底还有多少秘密蛮重 嘿嘿 娘子多虑了 此物乃是两年半前 在外游历时 在一处洞府中偶尔获得 况且也只有卫妇能满足娘子 如此还要怀疑我吗 芷琳冷哼一声 少在我面前有嘴巴说 嘴上是这么说 但好感度却提升了 果然女人的话不能信 当前修为金丹七 一重天 冷却时间一天 看来提升好感度 能提高我能使用的修为等级 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还是要以提升好感度为主 莫妖浪沉思之际 芷琳突然回头 我先去沐浴了 莫妖浪很迷茫 这种事有必要和我说吗 芷琳走后 莫妖浪换出系统 小坤 那梅戒指到底什么来历 随即莫妖浪眼前浮现出一片 多则一千少则三百个字的长篇大作 玲珑剑 等级仙天领宝 信息曾封印过一个邪恶的原因大药 历代主人皆死于非命 传说戴上这梅戒指 虽能获得强大力量 但也会被夺取心智 即使被视为不祥之物 但也有大量人想得到它 最后一代主人将其扔进鬼族封印 能力铺体伐宝 出现时间三百年前 喂喂喂 有没有搞错 我才是这本小说的男子 别急别急 还没到你出场的时候 这是我一个反派可以体验到的福利 而且还是当着情敌的面开的车 原来指灵沐浴之际 没心处闪现出一团紫色的光芒 光芒散去指灵的尸海中 蹦出一只老狐狸 好强大的压迫 但这气息感觉好熟悉 不知妖族前辈入我时还有何事 小辈 无被困于那戒指之中 已魂入你尸海是想与你做一场交易 两分半小时后 沐浴完的指灵匆匆忙忙的朝沐妖浪跑去 来得真他妈好 沐妖浪还真有事想找指灵 娘子 那戒指 话说了一半就被指灵无情打断 那戒指 我不小心滴血认住了 夫君不会介意吧 听到这消息 沐妖浪还能介意什么 再说您可是小说里唯一的大反派 区区一个原因大妖能耐你何 我还是先管好我自己的小命吗 既然如此 夫君不妨陪人家一同入一场美梦可好 沐妖浪文言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毕竟此事不干更待何时 指灵丝毫不觉得意外 嘴上洋溢着一丝不对劲的笑容 原来先前答应了那九尾狐妖 会将获得的英气共享一半给她 而她在获得一定英气修复好灵魂后 便会将她的功法传授于我 这比买卖怎么想都不亏 若是能获得原因大妖的传承 与我的功力会有相当大的提升 区区一点英气吧 多吸取一点辨识 看着指灵那智慧的眼神 沐妖浪顿时汗流加倍 第二天醒来莫妖浪 觉得自己两条半命没了 真是车在前面开 滚在后面追 差点被炸干了 突然莫妖浪好似心有所感 发动超能力探查周围 果不其然发现了一位不善的女子 传说此人虽然修为不高 但会各种欺美艺术 她怎么会在这里 不用多想就知道 这又是皇后老不思考的